在加州 现在是97华氏度 所以说天气特别热 你看我的鸭子和鹅都知道在阴凉处 它们很聪明的 那现在呢 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柿子树 之前我把它挖出来 准备养一养 用来嫁接的 然后这边是红枣 也是从根部挖出来 挖出来把它养出来 就变成一棵一棵的红枣树 然后最重要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盆子 这个里面 这个塑料 塑料箱子里面 我扦插的 各种各样的 扦插的各种各样的果树 这些呢 这些是攀桃 扦插的 然后这个呢 这几棵呢 是巴基斯坦桑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塑料盆里面 塑料箱子里面 温度很高 温度高呢 然后我 我没有放到外面曝晒 就是放在那个屋檐下面 没有太阳的地方 但是又透光 所以说呢 透光就用来扦插 相当是一个小小的温室 所以说它长得非常好 看像这个 我拿一盆给你们看哈 巴基斯坦桑 爆芽了开始 半个月时间不到 很快它就会从下面发根 那么 他们都说 像扦插的话 如果在很热很热的时候 是不会活的 那我就做试验呢 看它 具体怎么样 反正是 每一棵 都是活的 没有看到有 烟感的 或者是死掉的 黑感的 没有 然后这边呢 这边这些 是水晶梨 水晶梨是我的最爱 太好吃了 这个为什么会积水呢 因为这个 这个下面忘了打洞了 所以说一定要打洞 不能让它有积水 那像这些没有积水 是下面都打得有洞 你看 三个洞 就扦插这些 看看最后结果怎么样 这才 半个月时间 过一个月再更新视频 看一看它 具体生耕情况怎么样 如果这个办法好的话 春夏秋冬都可以这样 这样来扦插植物了 扦插果树 那我 我喜欢的就是果树 所以说我就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就研究怎么样 能够 让自己的果树 喜欢的果树 能够自己亲自把它扦插 活了以后 发根发芽 那这个技术呢 也是在不停的失败中 总结经验 所以说这一次呢 我以前用的扦插 扦插纸是用这种珍珠盐 还有一些 跟各种各样的机子混在一起 效果不是很好 那我这一次呢 就绝对是用那个 纯的核杀来浅插 所以说看起来还不错 等到一个月以后 再来看一看它具体 发根情况怎么样 希望 这项技术能够带给大家 好的结果吧 喜欢我的视频 要不断的看我更新 谢谢